来为您播放的是欢乐集结好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欢乐集结好 上周由某品牌举办的今夏备受关注的篮球贾尼华 真我飞扬篮球会区域总决赛在沈阳名罗开打了 既然是区域总决赛当然就少不了明星的助阵 那么到底都有哪些明星来到现场 又是谁让现场粉丝一度失控呢 马上来关注一下 活动现场黑人和唐志忠带领的两队人马是大秀球技一展歌喉 各种比拼进行的是不易了呼 让现场大呼过瘾得不得了啊 而活动的又一高潮呢 则是出现在另外一位神秘嘉宾的现身 她就是华语乐坛新生代天后张亮颖 神秘嘉宾的朋友大家好 神秘嘉宾的朋友大家好 好不容易又来了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 如果这不是结局 如果我还爱你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 我们都听见你爱的了 神秘嘉宾 亮颖 亮颖 我们爱你 我的妈呀 要说咱们沈阳的歌迷那就是一个字 太热情了 这是一个字 这一生生的我爱你呀 太让人感动了 当然最感动的还是要说张亮颖本人 我想说很感谢 然后很开心 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沈阳跟大家见面 了解我的人 会知道我很少在舞台上很放开 很开心的跟大家开玩笑 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开心 谢谢 要说起张亮颖的唱功呢 观众应该是有目共睹 席而共睛的 海森公主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而除了唱歌之外 现在的张亮颖还升级成为唱片公司的股东了 可是对于张老板这个称号 张亮颖好像不太愿意提 我不是掌柜 然后我只负责甩手 虽然对这个张老板不愿意多说 但是一谈到音乐 张亮颖就立刻打开了画家 一项以情歌著称的张亮颖还透露说 其实自己非常想挑战一下其他类型的音乐 我想学说唱的 因为我之前想我还尝试了蛮多的风格 但是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尝试说唱 因为我车里还蛮多说唱的 对 会觉得很带劲 摇窗户下来都这样 摇窗户必须要这样吗 我估计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 一看到黑人自然就会想到 泛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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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尾棋 喜欢他们的人 或许还记得黑人在NBA现场 向泛泛求婚时的那感人的场景 多么幸福的两口子 是不是 而除了那些幸福甜蜜的瞬间之外 关于篮球 黑人透露说也有尴尬的能力 以前是喜欢想要带女朋友去打 那可是上一次经验就不是太好 然后我们那场比赛是要进入四强 但是泛泛就带了一份报纸去看 第二球投进的时候 越飞越近 他那天没有带女性 现在是什么 我怀疑他是不是要找工作 真的平坦 随着各个区域总决赛的落幕 众所期待的周杰伦 周董 和NBA巨星科比的终极对决 也将蓄势待发 周末飞扬的篮球会的总决赛 势必将观众瞩目 一起期待吧